前面我们学习了这个NumpPy的所有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Pandas这块内容 Pandas这块内容相比于这些NumpPy来说 我们为什么要讲它呢 因为前面虽然说NumpPy能够帮助我们处理一部分数据 但这个数据主要是这种数值型的数据 那么如果说你们还有字符串还有列表还有字典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对这种数据我们就需要借用Pandas来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了 它相当于在NumpPy的数据上呢 提供了额外的一些功能来帮助我们处理非数值型的数据 那么当然在Pandas里面它来处理数值型数据的时候呢 它就是使用NumpPy来进行的处理 那可以想象一下之前我们通过爬中不是爬了很多数据 存到MamboDB了 存到MamboDB了对不对 那这些数据呢我们都是可以拿过来 经过Pandas进行处理的 去提取我们想要的信息或者进行数据的清洗 那么比如说之前的YouTube的例子中 除了这个国家的信息 除了我们看到那些数据之外的 比如说喜欢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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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的 还有国家的信息 视频分分的信息 还有标记的信息等等 这些信息可能都是有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要处理最原始的这些数据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Pandas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练习的是 GP Video Data Number对不对 因为这是我们我经过操作之后的 把里面的数值那部分提出来了 其他真的数据呢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它是有很多次段的 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呢 除了那些数值信息之外呢 还是有什么图片呀 简介呀 电影名字呀 ID呀这些都是有的 那么所以这个红色的话 应该看得非常清楚 Numpad帮助处理数值型的数据 Pandas呢 帮助我们处理 其他内型的 以及处置型的数据呢 都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到底什么是Pandas呢 在官方文档上 有这样一句话 High Performance Easy to Use Data Structure And Data Analyze Tools 这是什么意思呀 高性能的 易用的数据结构 对不对 和数据分析工具 这就是Pandas 那么在Pandas里面呢 常见数据内型的 这样两种 第一种是Series 这样的类型 它是表示EV的 这单词是什么 TV Series 建设联系剧 Series是连续的 以新界的意思 那么在Pandas里面 指的是一维数据 一维数据 你解吗 那么DataFrame呢 指的是二维数据 就和我们之前的 Napine里面的二维一样 只不过它这个二维里面呢 可能包含了 有次不串的数字 或者其他类型 那么Series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里写的 它是一个带标签的数据 这个可能带一些疑惑 带标签的数据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对吧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我们先创建一个Series 看一看这个Series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就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 所谓的带标签的数据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创建一个Series 这样一种对象呢 和这样一种内型的数据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 我们PD点Series就可以了 里面呢 我们给它传什么呢 传一个数据 就可以了 这个数据 当然必须在一维的 因为我们Series 就是一维的 这样一种数据内型 数据结构 所以说我们PD给它 传一维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Apple 然后呢 我们import Pandas 那Pandas呢 是一样的 需要 需要安装 我们pubin store Pandas就可以了 和我们之前 安装我们的 安装我们之前的 这样一个 Numpay是一样的 那么可能后续 大家经常会 遇到一些问题 特别是在 大家不使用 AlaCona的情况下 在安装的时候呢 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之前老师 有给大家讲过 通过圆码 怎么安装 这个 安装模块吗 Python 圆码 安装 怎么安装呢 那比如说 我们去看一下 Pandas的 Pandas 然后呢 Python 去看一下 圆码在哪个地方 一般的都是 在这样一个 Pypi里面 但是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地方 Pypi 然后呢 我们直接下就可以了 那么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好像是有 不同的版本 比如说这个 MarkOS 对不对 是这个版本 然后呢 还有Windows的 对吧 还有这个 News的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 Pandas的下不下来 之后呢 下来下来不下来 我们就可以 通过这种形式 下对的这个位置的数据 有两种 一种是.whl 还有一种压缩包 对不对 打.whl呢 我们 好像是 Pip1stor就可以了 那么 qr.gc 这种压缩包呢 我们可以把它下来 看一下这个多大 这个10兆 看下来快不快 这种压缩包把解压开里面 会有一个 cd up 这Py 这样一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一个 setup 找Py 遇到这个setup 找Py 该怎么办 双击 666 肯定不是双击 对不对 我们应该 Python setup .py 就是执行这个setup .py 文件嘛 然后加了一个参数 参数叫什么呢 叫install 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安装 这个圆码里面的 这个Pentas内容 你解吗 Python setup.py install 就可以安装 这个圆码的 这样一个模块 如果有些我们发现 装 Pep1stor 装不上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来装 那么可以 除了装入压缩包之外 装这个 咱们来去l 这种格式的话 直接Pep install就可以了 它有两种格式的 比较常见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这样往后讲 创建这样的数组 我们创建 pd.series 然后呢 我们给它传一个 又一数据就好了 1 2 3 4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得到一个结果 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先传给 传一个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7 type一下7 来看一下 Pandas code.series.series 这样类型 对不对 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样一个series 这种结构 那这种结构 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来看一下 我们的数据是在哪的呀 在第二列 对不对 那么第一列 是当什么的 锁引对不对 这是它的锁引 这是它的index 我们这些数据在这 因为我们的数据是 123112 对不对 123112 在这样 它是数着一面 对不对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数着一面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理解 我们刚刚所说的 带标签的数组 这个标签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它的锁引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它 所说的带标签数组的意思 那么其实呢 我们是可以给 这个Pandas 这个series内型呢 给它指定一个 锁引的 那么指定锁引 怎么指定呢 我们在创建的时候呢 使用index 等于什么什么 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呢 这里大家也需要注意到 就是它们两个长度 必须是一样的 对不对 就相当于这里 我有这样六个数 那么的锁引呢 必须也有六个值 不然的话呢 它也不知道 多一个 我们少一个 不知道该是为什么锁引 或者说 锁引该是为什么值 对不对 所以它就报错 所以这里就需要注意到 长度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写个TR 等于Pandpd.series 然后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创建一个数组 先写个数组 这是五个 那么我们index也指定一下 要指定五个 ABCDEF ABCDE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TR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呀 A对应的是1 B对应是2 C对应3 D对应是2 然后E对应是E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锁引就变了 在我们不止来 指定锁引的时候 它末日是从0开始的 你能往偶尔的增长 对不对 指定锁引之后呢 它变了 变成我们手动指定的那一个 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如何给一个数度指定index 其实非常简单 就签下一个键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除了这种方式 来创建一个series类型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来创建一个series类型 那就是通过一个字典的创建 通过字典的创建 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我们一个time dict 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写个name 等于小红 age 等于30 然后tl电话号码 10086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那么一个t3 对于pd.series 然后我们把这个time tick的放进去 你这时候看一下t3 就这个样子的 age 这变成name tl变成什么了呀 就是变成所有的呀 然后这是值 是吧 30是值 小红值 1086是值 name a 这些变成所有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当使用一个字典来把它变成一个series的时候 自动的键就是对应的所影 自动的值呢 就是对应的值 对吧 这个也非常好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在字典里面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通过键来取到值嘛 那么在series里面也是一样的 它就算是所以 到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所以呢 来取到对应的值 对吧 大家能看清楚 我的课欠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吗 string有一个askupcase这个方法 它能够表示的是 其中我们常见的abcd到z 左右大写 我们取到前10个 然后作为键 然后呢 分别是从0到9作为值 就是这样一个字典 传到字典之后呢 就这个样子的 那么当然呢 如果说有一天我们需要给这个字典 这样一个series内心 重新指令一个所影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里面重新的给它指令一个所影 对于index list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我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指令的是什么呀 从第5个到第15个的这样一个所影 但a里面呢 大家可以发现 它本来的所影 或者本来这个字典里面 是从a到g的 对不对 但我只能是从f到o的 对吧 所以从f到o那一部分呢 f到g那一块是能选中值的 但是从k到o那一部分呢 是没有值的 就选中的是nan nan这种类型 我们是pandas里面 或者numpi里面的 同样的一个内心 只不过numpi里面是小写的 pandas里面是大写的 发现吗 它其实都表示not a number 这种内心 而且呢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做这个操作之后呢 整个数组变成什么内心呀 浮点内心 看见了吗 是不是之前还是正数的呀 还是整数的对不对 现在在这里呢 变成了小数对吧 是不是变成了小数的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修改 这样一个series的dtype 或者说 这个series它有dtype吗 我们刚刚在这里看到 dtypeobject dtype int64 这说明它是有dtype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下 t3.dtype 就这样一个类型 我们看一下t2.dtype int64对不对 然后这个dtype是 o代表的就是object 这种对象 对象的时候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里面 往里有字幅串 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说 我们要修改它的内心 比如说对t2来说 t2这个样子的 t2.dtype 也是一样的 typ 我们给它传一个float 它也是能够变的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操作呢 和我们之前当派的操作 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我们接着往后看 就是刚刚呢 我们说通过 我们通过两种方式 能够创建一个series内心 一个通过一个列表 一个列表 或者一个可理代对象 一个range 都是可以来创建一个series的 那或者说呢 我们通过一个字典 也可以创建 那么通过字典创建的时候呢 字典的键 就是对应的这个series的 这样一个index 那么对应的值呢 就是这个series的值 对吧 那么既然是它有index 有值 那自然而然呢 我们就可以想到 我们到时候通过 这个键 或者说中国这个index 是否能够锁引到 对应的值呢 对吧 通过这样一个锁引 是否能够取到对应的值 这个操作就是我们 下面马上讲的 series的切片和锁引 那么series的切片和锁引呢 其实是非常 非常简单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还是拿我们的t3来说 t3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我们要取它 里面的age呢 我们直接穿index就可以了 诶 写错了 73 我们刚刚写的是t 对吧 t3.a就是30 那么t3.tl 就能取到1086 是我们字典一样呀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引 所以来取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想要通过 这个位置来取呢 也是一样的 取它第二行 写个t就可以了 取它第三行 写个t2就可以了 写个t0 就7.0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发现 对于series来说 我们通过所以来取 或者通过位置来取 都是可以的 只用在方罐里面穿直就可以了 因为它都能够明白 我们想干什么 因为它只有一维 它能够明白 我们想干什么 对吧 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取连续的 或者不连续的 多行 该怎么选了 比如我们要取前三 前三行 我们这样写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或者写前两行 这样写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就取到 name跟a级 那如果说我们要取 不连续的呢 我们写个1和3就可以了 2写错了 是不是最大就是2 然后就是name和tel 取出来了 对不对 7.3 这个样子 那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 finecourt里面 再写 finecourt 再写所有的形式 也是可以写到 需要多行的 比如我们写到name这一行 和tel这一行 也可以这样来写的 但是我们这样写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它居然是变成了 NAN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我写错了 写的是T 对不对 应该写T3 对吧 写T3 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就是关于这个地方 那看一下最后这样 有几个红色的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是这个红色的 大家看到 我这个T呢 是从A到J的 对不对 我心里面的AF 还有个小G 大家可以看到 小G这个地方 变成NAN了 对不对 这什么意思呢 就我刚刚是一样的 T 里面加根是没有name和H的 但是我使用fineboard 现在fineboard中方 来取的时候呢 取到就是NAN 发现了吗 其实这样子的 对不对 T里面是不是没有 H和Tel 这样两个 所以一样 当然我们强行 从中取 内蒙特尔的时候呢 得到就是MN 看见了吧 多多number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常见的 布尔索引 布尔索引 我们说这个操作 非常非常多 我们用到非常多次 T大于4 选中的是什么呀 选中T里面 大于4的那些值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比如说这个T也是一样 我们T选中T大于10的 是不是只有12 跟31 这两个呀 其他都是小于10的 对不对 只有这两个大于10 对吧 这个board 所以呢 和我们之前 当派里面操作 是一模一样的 非常简单 然后呢 在Series的切片 所以学完之后呢 还有一部分内容 是关于Series的 这样一个 所以这一块内容 所以 以及 它的一些属性 刚刚呢 我们知道 我们通过 index 在构建这样一个 Series内容的时候 能够往其中 去创建一个 这样的index 装一个所影 对不对 那么 如果有一天 我们得到这样的7之后 我们想把这个所影给取出来 该怎么取出来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Series呢 它就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哪些属性呢 index和value 这两个常见的属性 我们的T3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T3.index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类型 T-type object 的index 是它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类型呢 我们付i173.index 它是可以截带的 我们printi 是不是就出来了 它是可以编离的 可以截带的 那么 这是关于index 它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 type一下T3.index 看它什么类型呢 Pandas index 加base 是这样一种 index 这样一种类型 对不对 就一个单纯的index 类型 然后它是可以截带的 很多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 n的方式呢 来汇合的长度 T3.index 也是一样的 3 看见到吗 这种操作也是可以有的 获取长度 获取里面的数据 那么也是一样 我们还可以使用 逆时的对待做强扰内心转换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去 前三个 就这个样子 前两个就这个样子 对吧 能看明白吗 由于它是可迭代的吗 我们往往都可以使用 逆时的对待做强扰内心转换 把它转换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中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使它前两个嘛 这是会它的长度 会它的内心 便利它对不对 那除了关于所有的这些操作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关于它 Value的一些操作 那比如说T3还是这个样子 T3.Values Values这个属性 咱们看一下 它这个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我们首先type一下它 大家猜猜它是什么类型啊 看一下它 这是什么类型啊 NP.ndArray 这种类型 对不对 Array这种类型 看看吧 它什么写的Array 对不对 ndArray 那只不过当前 它这个 NArray 类型呢 是一个t-type的 是一个object的 这种类型 对不对 那毫无疑问 如果说有一件个数字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它肯定也是个 NArray这种类型 对不对 然后它也是一样的 它能够 毫无疑问 能够进行便利啊 对不对 等等都是可以的 或者切片啊 所以呢 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我们常见的这样一个 NArray 这样一种类型 这样一个 NP.里面 这样一种数字类型 对不对 所以说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讲 Series是一个 带标签的数组 我们来看一下 Series本质上 是有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是 构成数组的键 一部分是 构成数组的值 就是左边这一部分呢 是它的键 后边这一部分呢 是它的值 对不对 这是键 这是值 对不对 能理解吗 放在个字典里面 这就是字典的键 这就是字典的值 然后之前我们把它做 键叫做index 或者叫做所以 那么值呢 就是values 那么刚刚呢 我们可以通过index 以及values 分别这两个属性 去取这样一个Series里面的 所有的键 以及所有的值 然后它一直都是一个 这样值的形式 那么NDArray 的很多方法 也就是NumPy里面 很多方法都可以 用于Series 比如说ArgMax 和Knib 这种操作 都是可以的 Series呢 它也是具有 Ware这个方法 但是结果呢 和NDArray不一样 Series也具有Ware方法 但是结果呢 和NDArray不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很多时候呢 我们去用一些方法 但是会发现这个方法 有没有奇奇怪怪的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文档 比如说Pandas Series well 我们看一下这个操作 看到文档里面 关于Series里面 为了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PandasSeries的well 这个方法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X先创建了一个S S是什么呢 Series 就是Pd.Series Range5 这是什么呀 从0到4的这样一个 意味数的组 对不对 S well S大约0 这个Series对象 一个well方法 我们只用给它传 well S大约0就可以了 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 它把它带你的位置 就显示出来了 对你的位置 就变成NAN 看见到吗 是不是变成NAN呀 well方法 S的well S大约1 10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小1的 替换成了10 看见结果没 小1的替换成了10 大1的没有变 看见到吗 是不是和我们之前当派 有些稍微的不一样呀 稍微的有些不一样 那这个方法 可能它虽然如此的古怪 我们可能后续也 用它用的并不多 但是我们只要告诉大家 一方面是什么呢 南派里面很多方法 我们Series里面都有 除了well之外 其他方法 其实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方法 我们不清楚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看 Panus的官方文档 能看到的 那官方文档里面 给它非常非常全面 几乎每一个 我们常见的属性呢 它都是有介绍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多好多页 就这样子 我看这还有一个Googlebook 但是Cookbook是什么 这个Cookbook呢 应该是一个 使用方法一个入门 大家可以有时间 也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 使用方法一个入门 里面讲了很多方法 很多哈 但是我们上课的很多方法 几乎在里面都讲过 那么到这为止呢 我们关于认识Series 这一部分就给讲完了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带标签的一维数组 对吧 带标签的一维数组 标签指的就是 它的索引或者它的键 那么值呢 就指的它对应的 真正的值 我们可以分别使用 接着index 接着value来获取 对吧